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很高兴 很荣幸的请到我们的学长 来自巴斯维加斯 非常优秀年轻的工作经验也很丰富 也已经创业了 今天他特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斯维加斯历史的投资 OK 我们就欢迎Daniel 在线上的一些同学们你们好 还有现场的几位同学你们好 基本上我这次过来就是 帮王老师来讲解一下 物业管理的一些问题 基本上管理方面都是大同小异 我先简单做一点自我介绍 我大概是在 几年前加入2013年左右的时候 来找王老师去考牌的 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成立我自己的公司 那在那之前呢 我都是在给其他很多公司做一些 管理的助理 还有包含买卖的一些助理 就是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就是说经验上也没什么问题 那后来就有伙伴 我们一起给我开了这家公司 那今天来就是主要跟大家讲一些 物业管理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的学问 我可以随时的需求 我可以加入它 你会面试上这些人 在家里画味道 我可以随时的说明 不可以随时的 像这样子 在家里静间 你找到某个缺子 在家里面 不可以随时的 把我抱怨 感谢观看